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人们被烈火英雄点燃的那股激情依然在 电影上映已三周有余 但票房排行依旧名列前三 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暑期兆最大黑马 哪吒之魔童将士 本周票房虽滑落第二名 但总票房成绩已成功超越复联4 成为全时期国内票房排行的第三名 连复联4的罗素导演 都像饺子导演反来了核电 18年延续的速度与激情IP 果然是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 仅一部外传电影 刚一上线就拿下了周冠的好成绩 飞车炫酷的镜头 两大硬汉的加持 试问有谁能顶得住啊 接下来是本周的影片推荐 想要吃什么 就混沌吧 天没有塌下来 没什么大费 看到食堂里面的灯还亮 你就可以随心进来 吃个好的喝两杯 本周游行星推荐 院线即将上映影片 深夜食堂 上映时间法远30日 基于安倍夜郎 同名漫画改变的深夜食堂 自第一部被翻拍以来 已经过去了10年 而在这10年间 深夜食堂从一部深夜剧 历练成了一个神级IP 这其中的奥秘 就在于它将观众的食欲 变成了另一种食欲 这才是深夜食堂 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 目前深夜食堂已被先后翻拍成 日本和中国两个不同版本 翻详也大不相同 黄磊主演的中国版深夜食堂 口碑略有争议 而现在 梁家辉带着影版深夜食堂 出现在大家面前 当梁家辉这个牵半生当过小贩 被公司雪藏又重回巅峰的男人 站在这里 仿佛就已经在向我们 讲述他那些平凡 而又不普通的故事了 林音只想说 确认过眼神 遇上对的人 8月30日 深夜食堂与你 愿现相约 一起暖心治愈 凡个月的 being 我曾经一直看那份 虽然这事 working 很好 别但 本周有星期推荐网站上线影片 黑衣人全球通缉 自1997年黑衣人上映以来 由嘎纳影帝汤米·李琼斯饰演的特空K 和威尔史密斯饰演的特空J 这一沉稳一化脑的黑白组合 早已成为了我们的童年记忆 黑衣人全球特机是黑衣人系列 时隔七年之后再出的新作 这一次主演从威尔史密斯 变成了雷神中的阿斯加德CP 现在看来 黑衣人已经完成了该系列初大的更替 但电影依旧是熟悉的配方 贯穿整个黑衣人系列的记忆消除器 脑洞大开的高科技武器 还有进门出的损嘴狗富兰克等等 无一不再提示我们 这还是原来的那个黑衣人 这次雷神化身MIB的实习主管特工H 女武神则成了主动加入的新人特工M HN组合一边要阻止外星人侵入地球 一边要找出MIB内部的卧底外星人 如此艰巨的任务 在这对新搭档的配合下 完成得十分完美 最有意思的是 雷神饰演的特工H 在和外星人打斗时 随手抄起身边的小锤子 还莫名优宙串场的feel 这也算是借着复联给黑衣人造尸了吧 以上就是第34周国内票房排行 别忘了点击关注哟 想了解更多影讯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女司机星 祝你有个好的观影体验 我们下期再见